锅贴的单价不算高 那么外带也很方便 因此这个生意很好 不要小看这一个一个的锅贴 它们就像是元宝黄金一样 在台湾一年吃出10亿元的商机 从住宅区开到了商业区 你在台湾大街小巷几乎都看得到 老牌的四海游龙拆火之后一分为二 那么最近另一头逐渐窜起的八方云集 在台湾拥有店家最多的优势 整个锅贴市场在台湾三分天下 都要抢这块大饼 从冷冻后拿出的锅贴放到锅里间 再淋上面粉水盖上锅盖 表皮围胶变成金黄色 香喷喷的锅贴就起锅了 锅贴业者看准台湾外食族越来越多 1993年四海游龙的招牌在永和六和市场 是台湾第一个全国连锁锅贴专卖店 五年后八方云集跟进 打着水饺也能变远宝的口号 迎头赶上成了锅贴龙头 2006年千天下从四海游龙奔家 抢食锅贴市场这块大饼 呈现三分天下的局面 八方云集以700多家分店 占据锅贴街霸主 导致号四海游龙和新品牌 先天下合并 半途也逐渐扩大 八方云集它比我们慢了六年 晚了六年 但是因为我们八方云集在哪 我们四海游龙在搞内讧 以前我们四海游龙跟先天下 是对立的 是敌对的 那现在它是两家公司的董事长 一个锅贴五块钱 却能滚出不少利润 一间店光靠水饺和锅贴 就可以卖出上百万元的营业额 也吸引不少人要投资创业 加盟金 保证金 装潢费用 还有设备跟器具 房租押金 以及营业周转金 得先准备120万到150万元 其实竞争的部分来讲 当然是非常的激烈 而且是非常白热化的 但是以我们公司来说 我们非常注重品质 所以在于品质这个产品面来讲的话 我们是非常的坚持 想在广大市场中领先群雄 不仅要做出自己的品牌特色 口味不断创新 饼皮馅料 讲求新鲜 锅贴外观看起来没什么两样 价格也差不多 但美不美味 韬客们一吃就知道 记得林英文贵三台北乡报道